史记Produced by Kuo Chao,于史记司马迁驻本纪史记武帝本纪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生而神灵,若而能言,幼而训其,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士士衰。 诸侯相亲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士福能止。 于是轩辕乃惯用钢戈,以止不想,诸侯贤来宾从。 而吃由罪未报,莫能罚。 炎帝欲亲临诸侯,诸侯贤归轩辕。 轩辕乃修德镇兵,制武器,义无种,辅万民,杜四方,叫熊皮皮修出虎,已与炎帝战于版权之也。 三战,然后得旗帜。 吃由作乱,不用地命。 于是皇帝乃指施诸侯,与吃由战于捉戮之也,遂秦杀吃由。 而诸侯贤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士,是为皇帝。 天下有不顺者,皇帝从而指之,凭者去之,披山通道,为常宁居。 东至于海,登顽山,及代宗。 西至于空桐,登基头。 南至于江,登雄,乡。 北竹昏州,河府府山,而易于捉戮之阿。 千禧往来无常处,以师兵未迎位。 官名皆已云命,未云师。 至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万国和,而鬼神山川风蝉与未多烟。 或宝鼎,迎日推家。 举风后,立幕,长仙,大虹已至民。 顺天地之计,幽冥之战,死生之说,存亡之难。 石波白骨草木,纯化鸟兽虫鹅, 庞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劳秦新立耳目,节用水火财物。 有土德之锐,故号皇帝。 皇帝二十五子,其的姓者十四人。 皇帝居宣元之秋,而娶于西陵之女, 侍卫雷祖。 雷祖为皇帝正妃, 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 其一曰玄霄, 是为清阳,清阳降居江水。 其二曰昌义,降居若水。 昌义取蜀山侍女, 曰昌仆,生高阳, 高阳有胜得焉。 皇帝崩,藏桥山。 其孙昌义之子高阳丽, 是为地砖须也。 地砖须高阳者, 皇帝之孙儿昌义之子也。 静渊已有谋, 疏通而知事, 养财已认帝, 载石已向天, 依鬼神已至义, 智气已教化, 携城已祭祀。 北至于幽灵, 南至于娇指, 西至于流沙, 东至于盘木。 动静之物, 大小之神, 日月所照, 莫不敌数。 帝专须生子曰穷蝉。 专须崩, 而玄霄之孙高心立, 是为帝库。 帝库高心者, 皇帝之曾孙也。 高心赴曰乔吉, 乔吉赴曰玄霄, 玄霄复曰皇帝。 自玄霄与乔吉皆不得在位, 至高心及地位。 高心于专虚位祖子。 高心生儿神灵, 自言其名。 普师利物, 步于其身。 聪已知远, 明已察微。 顺天之意, 知民之极。 人而微, 慧而信, 修身而天下福。 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辅教万民而立慧之, 立日月而迎诵之, 明鬼神而敬世之。 其色玉玉, 其得宜宜。 其动也识, 其福也是。 地库盖之中而遍天下, 日月所照, 风雨所至, 莫不从福。 地库取尘封侍女, 生放熏。 取居姿侍女, 生至。 地库崩, 而至带立。 地之力, 不善, 而地放熏力, 是位地遥。 地遥者, 放熏。 其人如天, 其之如神。 旧之如日, 望之如云。 富而不骄, 贵而不疏。 黄收纯一, 铜车呈百马。 能名逊得, 以亲九族。 九族祭墓, 汴章百姓。 百姓昭明, 和和万国。 乃命兮, 和, 静顺浩天, 数法日月星辰, 静寿民时。 分命兮众, 居寓夷, 约阳谷。 静道日出, 变成冬座。 日中, 星鸟, 以阴中春。 齐民兮, 鸟兽自威。 生命稀疏, 居南交。 变成南味, 静智。 日永, 星火, 以正中下。 齐民阴, 鸟兽西疾。 身命合重, 居西土, 约魏谷。 静道日入, 变成西城。 夜中, 星须, 以正中秋。 齐民一意, 鸟兽毛险。 身命合书, 居北方, 约幽都。 便在服务。 日短, 星毛, 以正中东。 齐民欲, 鸟兽戎毛。 岁三百六十六日, 以润月正四时。 信赤百官, 重宫皆兴。 姚曰, 谁可顺此事, 放其曰, 四子丹珠开明姚曰, 欲。 顽凶, 不用。 姚又曰, 谁可者, 换都曰, 贡公旁聚不公, 可用姚曰, 贡公善言, 其用辟。 四公漫天, 不可姚又曰, 皆, 四月, 汤汤洪水滔天, 浩浩淮山相邻, 下民其忧, 有能使智者, 皆曰滚渴。 姚曰, 滚负命毁足, 不可跃跃, 一哉, 是不可用而已, 姚于是听跃用滚。 九岁, 功用不成。 姚曰, 皆, 四月, 朕在位七十载, 辱能拥命, 见朕位。 月应曰, 彼得田地位姚曰, 西举贵妻及书原引逆者众皆言于姚曰, 有今在民间, 约于顺姚曰, 然, 朕闻之。 其和辱。 月曰, 芒者子, 赴丸, 母吟, 帝奥, 能何以孝, 争争至, 不至间。 姚曰, 无其事哉于是姚妻之二女, 观其得于二女。 顺赤下二女于归锐, 如赴礼。 姚善之, 乃使顺慎何五点, 五点能从, 乃便入百官, 百官时序。 宾于四门, 四门暮暮, 诸侯远方宾客接近。 姚使顺入山林穿泽, 暴风雷雨, 顺行不迷。 姚以未胜, 赵顺曰, 女谋士至而言可计, 三年已。 女登地位, 顺让于得不义。 正月上日, 顺寿忠于文祖。 文祖者, 姚大祖也。 于是帝姚老, 命顺涉行天子之正, 以观天命。 顺乃在玄机玉衡, 以其其正。 遂类于上帝, 阴于六宗, 望于山川, 便于群神。 一五瑞, 则即月日, 现四月珠穆, 班瑞。 岁二月, 东寻寿, 至于戴宗, 柴, 望至于山川。 岁见东方君长, 何时月正日, 同律渡梁衡, 修五里五玉三伯二生一死未至, 如武器, 促乃赴。 五月, 南寻寿, 八月, 西寻寿, 十一月, 北寻寿, 皆如初。 归, 至于祖弥妙, 用特牛礼。 五岁一寻寿, 群后四朝。 便告以言, 明氏以公, 车拂以拥。 照时有二周, 绝川。 象以典形, 刘幼舞形, 边坐观形, 扑坐轿形, 金坐熟形。 省灾过, 舍, 护中贼, 行。 亲灾, 亲灾, 为行之敬灾。 幻兜尽言贡功, 姚曰不可而适之功师, 贡功果银辟。 四月举滚至洪水, 摇已未不可, 月强请适之, 适之而无功, 故百姓不便。 三苗在江淮, 荆州树未乱。 于是顺归而言于地, 请留贡功于幽灵, 以便北敌, 放欢兜于崇山, 以便南蛮, 牵三苗于三威, 以便西戎, 挤滚于羽山, 以便东夷, 四醉而天下贤府。 姚历七十年的顺, 二十年而老, 令顺涉行天子之政, 见之于天。 姚辟为凡二十八年而崩, 百姓悲哀, 如丧父母。 三年, 四方莫举乐, 以思摇。 摇之子丹珠之不孝, 不足受天下, 于是乃全受顺。 受顺, 则天下得其力而丹珠病, 受丹珠, 则天下病而丹珠得其力。 姚曰中不以天下之病而利益人, 而促寿顺以天下。 姚崩, 三年之丧弊, 顺让辟丹珠于南河之南。 诸侯朝进者不知丹珠而知顺, 御宋者不知丹珠而知顺, 欧歌者不欧歌丹珠而欧歌顺。 顺曰天也, 夫而后之中国见天子魏焉, 是魏帝顺。 于顺者, 名曰众华。 仲华父曰谷守, 谷守父曰乔牛, 乔牛父曰聚望, 聚望父曰静康, 静康父曰穷蝉, 穷蝉父曰帝专须, 专须父曰昌义, 以至顺妻事已。 自从穷蝉已至帝顺, 皆微畏数人。 顺父古守盲, 而顺母死, 谷守更取妻而生相, 相傲。 谷守爱后妻子, 常遇杀顺, 顺必逃, 即有小过, 则受罪。 顺师父及后母与帝, 日以赌尽, 肥有解。 顺, 济州之人也。 顺庚立山, 于雷泽, 逃和宾, 坐石器于寿秋, 就石于腹下。 顺父古守丸, 母吟, 帝向傲, 皆欲杀顺。 顺顺事不施子道, 兄弟孝辞。 欲杀, 不可得, 急求, 常在侧。 顺年二时以孝闻, 三时而帝遥问可用者, 四月贤见于顺, 约可。 于是遥乃以二女妻顺以观其内, 使久男与处以观其外。 顺居归锐, 内行迷紧。 遥二女不敢以跪交世顺亲戚, 甚有妇道。 遥九男皆一睹。 顺庚立山, 立山之人皆让叛, 于雷泽, 雷泽上人皆让居, 逃和宾, 和宾器皆不苦语。 一年而所居成俱, 二年成义, 三年成都。 姚乃赐顺之衣, 与琴, 未住苍林, 与牛羊。 骨首尚赴玉沙之, 使顺上土林, 骨首从下纵火焚林。 顺乃以两粒自焊而下, 去, 得不死。 后骨首又使顺川井, 顺川井为逆空旁出。 顺济入身, 骨首与项供下土石井, 顺从逆空出, 去。 骨首, 项喜, 以顺为已死。 项曰本谋者项项与其父母分, 于是曰, 顺七瑶二女, 与琴, 项取之。 牛羊苍林, 与父母。 项乃只顺宫居, 古其琴, 顺网献之。 项恶不义, 曰, 我思顺正欲逃, 顺曰, 然, 而其数矣, 顺赴是骨首爱地弥锦。 于是姚乃是顺五点百官, 皆致。 西高阳氏有才子八人, 是得其力, 为之八楷。 高新氏有才子八人, 是未知八元。 此十六祖者, 世纪其美, 不允其名。 至于遥, 遥未能举。 顺举八楷, 始主厚土, 以魁百事, 莫不时序。 举八元, 始步五教于四方, 父义, 母慈, 兄友, 帝公, 子孝, 内平外城。 西帝红氏有不才子, 演义引贼, 好行凶特, 天下为之混沌。 少, 氏有不才子, 悔信恶中, 崇氏恶言, 天下为之穷起。 专须氏有不才子, 不可教训, 不知化言, 天下为之桃物。 四三族是幽之, 智于遥, 遥未能去。 晋云是有不才子, 贪于饮食, 冒于祸惠, 天下为之饕餐。 天下恶之, 彼之三凶。 顺兵于四门, 乃留四凶族, 迁于四义, 以欲吃魅, 于是四门辟, 言无凶人也。 顺入于大陆, 裂风雷雨不迷, 遥乃之顺之足寿天下。 遥老, 使顺涉行天子正, 寻寿。 顺得举用事二十年, 而遥使涉政。 涉政八年而遥崩。 三年丧帝, 让丹珠, 天下归顺。 而语, 高遥, 气, 后继, 伯夷, 魁, 龙, 坠, 义, 彭祖自摇时而皆举用, 未有分之。 于是顺乃至于文祖, 谋于四月, 辟四门, 明通四方耳目, 命十二目论地德, 行厚德, 远宁人, 则满一律服。 顺卫四月曰, 有能奋库美瑶之士者, 使居观相识, 皆曰, 博宇为司空, 可美帝公顺曰, 皆, 然, 与, 乳瓶水土, 为事免灾, 与拜其手, 让于记, 气与高遥, 顺曰, 然, 王以顺曰, 气, 黎民使姬, 乳后记波石百股顺曰, 气, 百姓不亲, 五品不训, 乳为司徒, 而敬夫五教, 再宽顺曰, 高遥, 蛮夷华夏, 寇贼奸鬼, 乳作事, 五行有福, 五父三救, 五流有度, 五度三居, 为名能信。 顺曰, 谁能训于功, 皆曰垂可, 于是以垂位共功, 顺曰, 谁能训于上下草木鸟兽, 皆曰亦可, 于是以以位赞于, 亦拜其手, 让于诸臣诸虎, 熊皮, 顺曰, 王以, 乳邪遂以诸虎, 熊皮未佐, 顺曰, 皆, 四月, 有能点赞三里, 皆曰博以可, 顺曰, 皆, 博以, 以汝未至宗, 素叶为净, 执栽为净邪, 博以让魁, 隆, 顺曰, 然, 以魁未点乐, 教子, 直而温, 宽而立,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 诗言意, 歌长言, 声一勇, 律和声, 八音能邪, 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 奎曰, 语, 语姬十辅时, 百寿律武, 顺曰, 龙, 镇未记禅说填尾, 镇精镇重, 命汝未纳言, 素叶出入镇命, 回信, 顺曰, 皆, 女二时有二人, 净栽, 回时相天事, 三岁一考工, 三考处置, 远近重工贤兴, 分北三苗, 死二十二人贤成绝工, 高摇卫大礼, 平, 民各福德其时, 伯夷主礼, 上下贤让, 垂主公施, 百公至公, 义主于, 山泽辟, 器主济, 百股时茂, 器主司徒, 百姓亲和, 龙主宾客, 远仁至, 十二木行而九州莫敢辟为, 为宇之公为大, 披九山, 通九泽, 绝九和, 定九州, 各以其职来供, 不失决矣, 方五千里, 至于荒福, 南辅交旨, 北发, 西荣, 西枝, 渠搜, 堤, 腔, 北山荣, 发, 西渗, 东长, 鸟宜, 四海之内, 贤代帝顺之功, 于是于乃兴九朝之乐, 至义物, 凤凰来降, 天下明德皆自于帝时, 顺年二时以孝文, 年三时摇举之, 年五时设行天子世, 年五十八摇崩, 年六十一代摇建帝位, 建帝位三十九年, 南巡寿, 崩于苍吾之野, 藏于江南九夷, 世卫玲玲, 顺之建帝位, 宰天子齐, 往朝复古首, 睽睽为锦, 如子道, 封地相位诸侯, 顺子商君亦不孝, 顺乃玉见玉于天, 十七年而崩, 三年丧帝, 宇义乃让顺子, 如顺让瑶子, 诸侯归之, 然后宇见天子位, 瑶子丹珠, 顺子商君, 皆有江土, 以奉先寺, 福其福, 礼乐如之, 以客献天子, 天子扶尘, 是不敢专也, 自皇帝至顺, 与, 皆同姓而一齐国号, 以章明德, 故皇帝位有雄, 帝专须位高扬, 帝库位高新, 帝瑶位桃堂, 帝顺位有余, 帝宇位下后而别适, 姓四适, 契卫商, 姓子氏, 契卫周, 姓姬氏, 太史公约, 学者多称武帝, 上矣, 然上书独宰谣以来, 而百家言皇帝, 其文不雅训, 见身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宇问五帝德极地细性, 儒者或不传, 于长西至空同, 北过捉路, 东见于海, 南浮江淮矣, 至长老街各往往称皇帝, 遥, 顺之处, 封教顾书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尽事, 与官春秋, 国语, 其发明五帝德, 帝系姓张乙, 顾地福申考, 其所表现皆不虚, 书缺有奸乙, 其义乃实实现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 心知其义, 故难为浅现寡闻道也, 于并论赐, 则其言由雅者, 故诸位本纪输首, 所引述赞, 递出少点, 居于宣秋, 既代言吏, 遂秦吃油, 羔羊四位, 景深有谋, 小大远近, 莫不怀柔, 原济帝库, 列圣同修, 帝智之地, 其好放熏, 旧之如日, 望之如云, 欲移动作, 魅骨悉勋, 明阳自漏, 玄德声闻, 能让天下, 闲哉二君, 史记下本记下语, 明曰文明, 语之父曰滚, 滚之父曰帝专须, 专须之父曰昌义, 昌义之父曰皇帝, 愚者, 皇帝之玄孙而地专须之孙也, 与之曾大富昌义及富滚皆不得在地位, 为人臣, 当地遥之时, 洪水滔天, 浩浩淮山相邻, 下民其忧, 遥求能治水者, 群臣四月皆约滚渴, 遥曰, 滚为人负命毁足, 不可四月曰, 等之未有咸鱼滚者, 原地是之于是遥厅四月, 用滚治水, 九年耳水不息, 公用不成, 于是帝遥乃求人, 更得顺, 顺灯用, 设行天子之正, 寻寿, 行是滚之至水无状, 乃及滚于羽山已死, 天下皆以顺之诸位是, 于是顺举滚子羽, 而使蓄滚之夜, 遥崩, 帝顺问四月曰, 有能成美谣之士者使居官, 皆曰, 伯宇为司空, 可成美谣之功顺曰, 皆, 然, 命与, 女平水土, 为事免之与拜其手, 让于弃, 后继, 高摇, 顺曰, 女其往事而是以与为人民给克勤, 其德不为, 其人可亲, 其言可信, 生畏律, 生畏度, 称已出, 唯唯目目, 畏刚畏计, 于乃遂羽翼, 后继奉地命, 命诸侯百姓星人土以赴土, 行山表目, 顶高山大川, 与商仙人赴滚公之不成寿诸, 乃劳身交司, 居外十三年, 过家门不赶入, 薄衣时, 至孝于鬼神, 悲公事, 至废于沟玉, 路行乘车, 水行乘船, 泥行乘敲, 山行乘尾, 左准绳, 右规矩, 载四时, 已开九州, 通九道, 悲九则, 渡九山, 另一语重数道, 可重悲施, 二语重数道,